今天的主角是最近陶车的常客 一台宝马Z4 不过特别致出在于 这一台更加年轻一些 这是一台2019款的Z4运动药液 然后G29的底盘代号 搭配的是B48的发动机 然后总价的话 客户到手30多一点点 新款Z4采用了宝马最新的设计语言 外观动感 线条流畅 给人一种非常运动的感觉 前年设计的更加新利的 整体造型 不管从外观还是内饰 都透露出更具个性的冷角 软顶敞篷开盆速度非常快 十多秒钟即可完成 客户预算35万 不要红泪要黑泪 因为这款车市面上车员 红泪多而黑泪非常少 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就是送给他的太太 然后太太用的 然后太太一定要黑泪 不能要红泪 所以我们就费了千万百计的精神 才找到这台 百万黑泪的宝马Z4 我们筛选的一些车 通过自家的迟道 最终快速锁定到友商这一台 这台车不仅圆满 圆形成车光非常好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上下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从华收了这台车之后 他们到手前后半竿做了油漆 然后前面两条轮胎 还换了新轮胎 换了空气空调率 还做了保养 在车上那里做了准备之后 回电我们制检工程师 路士和功能配置检查 基本上就是到手就开 不用任何准备 就越等于我们替客户 在设施店给他提了一台新车 这台车可以从视频里看到 内外纯色都很精品 车身只有一些微小弹痕 微小刮痕 已经属于要用放大镜看的程度 同样内饰的精致程度 干净程度 真的很错小便的心 座椅有一些使用痕迹 但不多 方向盘的质感也很完美 顾问喜欢 小编也喜欢 我们的客户不多吹 肯定是嘎嘎更喜欢 如果说要买2021年的 或2022年的Z4 价格呢 行情还是在 35到38左右 如果30出头的预算 像客户一样 挑选一个19年或20年 上牌的Z4还是很香的 毕竟新款的外观 比上一代 就完全是脱灾换骨的变化 如果屏幕前的各位 想淘同款 欢迎给我们私信留言 我们一定不负所望 雇宁钱给您淘到 满意的爱车